HELLO HELLO CHEESE CHEESE HELLO HELLO CHEESE CHEESE HiH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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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補上一點Reverb 我用一個很長的Decay 不過比較小的比例 放在原來的聲音裡面 把它做成兩個小節 好 那在這邊我想要再加一個金屬一點的聲音 KING之類的 我看看它的小鼓 有什麼一些KING KING KING的聲音 喔 這個可以用 好 就用它了 非常的隨意 就錯了 放在1 這個音高上面 好 那我想要 在這一拍 好 那我稍微調整一下這個 一個KING的音色 好 單獨給它 我想要幫PUNCH強一點 單獨給它一個OVERDRIVE 讓它的音色更亮一點 可以發現我非常常使用LIVE的OVERDRIVE 因為是一個蠻好用的那一件DRIVE 音色也還OK 然後掛了一個Compressor 讓它緊一點點 OK 所以我就得到了 OK 所以我就得到了 在這邊 我在MASTER這邊補上 常用的COLOR LIMIT 這個也是10以後 非常推薦的一個SATURATION COLOR LIMIT 好 那在這邊我想要再稍微 設計一下它的寬度 好 這是一個MONO的聲音沒有問題 在這邊呢 好 那所以 這個聲音 因為我覺得它 既然地中高頻的寬度分配不太好 那我試試看 直接從MASTER這邊做好了 我們的LIVE的EQ8 可以直接做 分 中間跟左右的處理 所以我把這個EQ8 切換成MID SIDE EQ MSEQ 在中間這邊呢 我可以增加它的低頻 可以增加50Hz以下 的低頻加4dB 好 那中間的中頻呢 我可以拿掉我討厭的500Hz 稍微看2dB 那在左右的地方呢 一樣500Hz的量 再減少更多 減少4dB 那左右我不需要低頻 所以我把200以下的頻率 全部砍光 最後高頻的部分 可以用EQ推 可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 這個Stereo Byte 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可能不需要 用這個音量來解決整體的 寬的高頻就好了 好 所以現在我有 在這個EQ之前 它長這個樣子 這個EQ一下去 馬上就幫你把這些頻率跟它的 高低頻拆開了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做一些 電鋼琴的Pattern 放在裡面 我要用MIDI 丟進來 做一個簡單的和弦進行 然後 把它掛上鋼琴的音色 會成Audio 剪貼以後 再上一些Lofi的效果 好 今天 就結束了 好 那在這邊呢 我使用我的 一些之前 教科書 留下來的一些MIDI 拿這些MIDI裡面的 和弦進行來使用 完全是隨機的 好 比方說我拿一個 和弦二號 那搭上電鋼琴的音色 Solo它聽聽看 好像可以用 好 所以我把它 複製起來 然後 讓它速度變成 兩倍慢 然後很慢 然後變成八個小節 好 我想要稍微 換一下做法 因為我沒有打算用到 這麼長的音 所以 我可能不需要到 這麼慢 所以我讓它乘以二 反了 乘以二 讓它兩倍快 那稍微把這個頭 貼齊 我只要把它限定在 兩小時內 好 稍微讓它對拍一下 因為我等一下要用 那個 我要用Sampler去切它 所以 貼在隔線上面 我會比較好處理 那因為它有一些 這種 分散的東西 所以我可能不需要它 太齊 稍微齊 就好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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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於是 我就把它 FREEZE FLATEN 做成 AUDIO 做成 AUDIO 以後呢 打開一個SIMpler 丟進去 好 於是 say goodbye 於是我就得到 我發現它音量不夠HOT 如果你的一個 原來的Source 音量不夠大的話 它的動態就很難做出來 所以我要重新再處理一下它的動態 這個電鋼琴其實裡面有一些不錯的破音 我們可以試試看 好 就這樣子了 我把這個音量灌大 這就像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要把 錄音進來的訊號 讓它夠大聲 可是不要破音 一樣 這樣子我們 拿到的 AUDIO 去處理它的音量 你的Range 才會這樣 飛飛滿滿的 不是很可愛嗎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比較肥的 訊號拿過來 正式跟它說Goodbye SLICE模式 可以直接 幫你抓到它的 這個 Transient 就是有拍子的地方 它可以直接幫你抓 所以 你就可以用 你的鍵盤上的C1 這個音高去彈它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可以用的音 遇到這種Sample了 我都會先把 可以用的音先排起來 所以這個 這個可以當一個悶音 稍微音色小一點 它是比較長的 用長短來做記號 這個跟 這兩個一樣 所以它就不需要 OK 這兩個一樣 這個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和弦內音有點 不出入 我可能不需要這麼多 我就這幾個就好 好 所以我要用這個東西 放在一些 放在一些切分排上面 打開我的鼓 打開我的第二個 這個 這個Loop Reverse出來的鼓 然後我要寫一個鋼琴 電鋼琴的Pattern 電在這個 Reverse的鼓上面 所以 重拍可能是這幾個 所以我 去 把音符放在這些 這幾個音上面 然後把這些 我要做切分的東西 切到反拍 把這些音符 打開 這個開關是數字鍵盤的0 Nice 複製成兩個 小節 改一些別的音 把他的力度大一些 好 所以有一個音沒有用到 是這個D1 我把它放在最後 好 然後再重複一小節 重複一倍 那我想要在這個 最後呢 讓他的音符再長一點 不然有點無聊 好 於是 他就變成了 這樣子的一個長度 嗯 好 所以 當然 這一個點 其他的就要去對他 好 那 這個是一個Audio 他沒有辦法就這樣子對 所以我們今天終於要使用 要移動到 我們的Session Arrange的這個畫面去做 好 好 那 這個是一個Audio 沒有移號 沒有移號 全選 然後 按著Tab 一次全部移過來 好 所以我們先把這些長度 稍微對一下 對一下 對一下 好 那在這邊 我們有一個多了 一拍 的東西要處理 在Bass這邊 還好 我就直接這樣 沿過去 就可以了 然後在這個 這個Ironman Beat Kick那個Pong的聲音 我就直接 留一個空拍 那在這一個Beat 比較麻煩 我要 做一個聲音去墊它 OK 那在這裡我直接使用 用用看 原來的這個 最後一個音 然後把它Reverse回來 OK 所以它就變成了 嗯 嗯 這個其實不錯 就是不要覺得它不搭 如果它早一點出來的話 可能會搭 嗯 可以 那它不能這樣子做 聽起來 所以 應該要 把前面這一段 再重複一次 就是它的長度 聽起來不太允許它 這麼短 就出現一次那個 蹦蹦蹦的 過門 所以我讓它再長一次 讓它變成巴小節 好 巴小節的最後 多了一個 多了一拍 這邊我才放它的蹦蹦蹦 很像卡到的感覺 OK 這個就是今天的結果 OK 到這邊 可能還可以繼續下去 比方說 我就拿原來的這個節奏 這個是反過來的 Reverse以後的 那我把這個Reverse以後的節奏 用回原來的長相 OK 然後把這些Pattern再套回去 它又變成了一個新的段落 好 不知道為什麼它對不太上 又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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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白 好 所以它就變成了 一個 這樣子的 一個 行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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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它在這一段慢慢加速 感覺好像會 比較酷一點 還是其實沒有 好 這是我自己以為 沒關係 就這樣吧 好 加速這邊可能要早一點開始加速 好 好 那到了 到了這一段 我想要更換它的這個 音量 的 比例 OK 所以我在這一軌上面放上 一個 音量 的 效果器 Utility 就可以了 Utility OK 然後在 下面這個 Beat 這邊我也是放上一個 Utility 我不喜歡用 音量去寫Automation 因為 感覺卡卡的 好 所以我在這邊這一段呢 把它的Gain 縮小 縮小 8db 因為我要讓它從前景 直接移動到 推到後面 欸 它怎麼今天這麼難滑 好 就這樣吧 然後在這邊這個 這個 這一軌的 Gain 要讓它 慢慢的 往上 好 這樣子應該 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 聽聽看這一段 從這裡開始 嗯 好像不錯 試試看吧 從頭 好像不錯 試試看吧 從頭 幾個 啦 去家裡 給我們 很快 汽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在這裡放上一個70% 機會 每一個小鞋都會重複聯打16分音符的beat repeat 那我只要在這一段 開關就可以了 前面我們需要 此於是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進度 用live做出來的一個 8小節的beat 它有一開始是由我們的 Sample Loop 為發響 我把這個 Beat 的 Loop 反過來 Reverse 補法 OK 然後再加上一個跟它搭上的 Bass Line 把他們的聲音送出去外部 做一個高頻 Overdrive 的 Stereo 的 把高頻放了 Overdrive 以後丟到左右兩邊 好 然後用一個比較金屬感的 好萊塢巴拉電影的感覺 這種噴噴噴噴的大鼓 墊在底下 好 最後用一個電鋼琴的 Pattern 把電鋼琴這個和弦進行丟進電鋼琴音色 開一點點波音 然後丟進 Simple 以後 再重新剪貼 重複到第二段的時候呢 做了一點小小的過門 給它多一拍的長度去做 迎接下一個段落 然後在這邊呢 它有一個 Speed Up 速度有增加 然後到後段速度增加 這個 Beat 變換 轉換正向 然後跟 剛剛這個 Iron Man Kit 交換音量 改變角色 改變主角 變成下一個段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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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的內容 快存檔好 等一下存啦 好 一樣 我們每天這個如何組合做系列的直播 會在明天晚上十二點 進行半小時的音樂製作 由 Logic 跟 Live 交叉使用 所以今天是 Live 明天又是 Logic 那如果大家想要多認識這兩個軟體的話 我們的 9 月 29 、10 月 20 跟 10 月 14 號 在台北跟高雄都有 Live 還有 Logic 入門的團體班 這個團體班是三到四個小時 台北的四個小時 高雄三個小時 我們會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介紹基本的軟體操作 那後面的二到三個小時的時間 今天是由我整理分享一些音樂設計跟製作的一些想法跟創意 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創意 apply 在變曲軟體裡面 然後你的創意要在變曲軟體內建的工具裡面 你看我今天用的全部都是內建的 完全沒有外面的東西 那如何用這些東西來 backup 來支援你的 idea 你的創意 然後如何更快的去把想法做出來 OK 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 大家可以在粉絲專頁的影片區看到前幾天的內容 每天的我都會留著 那這些專案檔我也都會留著 以後可以用吧 我也不知道 然後那就今天就這樣子了 大家辛苦了 晚安 拜拜 每次講拜拜的時候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拜拜 嗯嗯嗯 這邊吧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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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